这怎么回事啊 皇上 好像老百姓在求雨啊 求雨 求雨 那这太子是哪个神剑啊 那是 官老爷 官 官老爷管下雨啊 这个民间有这么一说 有官老爷管得多 皇上 既然官老爷党道 那您也下去拜一拜 朕为什么要下去拜啊 百姓求雨 皇上与民同拜 读见军民一心风雨同舟 这传出去岂不是一段佳话吗 咱们说朕非得拜拜了 下马 皇帝老爷保佑啊 皇帝老爷保佑啊 这 这什么称呼这是 皇上 相名无知 您息怒啊 这个他们对各路神灵 该称老爷 您比如说官老爷啊 承皇老爷啊 称老天叫天老爷 称您皇帝老爷 那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尊称啊 那朕今天就做一回皇帝老爷吧 大家抬着官老爷求雨 朕今天也表示一下诚意 那本老爷 那本老爷今天也给官老爷拜一拜吧 这什么东西啊 喂皇上 四乡百姓都许愿 要为官老爷从速全身再修庙语 这是大殿上的正粮 贴上黄纸就叫黄粮 叫什么 叫黄粮 黄粮 这个名挺有趣啊 只是这黄粮在前挡住皇城去路 叫臣束手无策呀 继下来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这事很难办吗 听着 大家听清楚喽 好 皇帝老爷要拜官老爷 你们把这黄粮撤去 皇城有旨 撤去黄粮 皇上奖恩 免束黄粮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怎么会这样免去黄粮 皇上啊 这是乡名无知 他们一定是听差了 把这个黄纸的黄 听成了皇上的黄 把粮木的粮 听成了粮食的粮 这样一来 您就把他们英交的黄粮 给撤了 那 就这么一句话就 就撤 撤了 可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皇上 我看也正合适 臣看皇上早有此意 与其让嘉兴府下令 不如皇上当众宣愈 省得您的圣旨 到了地方官那儿 又变了样 出了新花招了又 对呀 皇上 那就这么着了 就这么着吧 那你宣吧 遵旨 皇上有旨 杭家胡三府 您逢大旱 本年黄粮 一概撤免 五皇拜祟 拜祟拜拜祟 那 不拜了 万老爷 拜不拜我看没得来关系 那不拜不下远呀 下不下随他的便嘛 不信我给您问问老百姓 我问问 好 各位乡亲哪 你们说是官老爷灵啊 还是皇上老爷灵啊 皇上老爷灵啊 皇上您都听见了啊 听见了 听 听见了 听见了 嗯 嗯 既然皇粮已撤 这东西还等着干嘛 撤了吧 对 撤了吧 撤了吧 皇上 前面就到嘉庆 咱们走两波 走 走两波 跟上 快点 快点 来 让开 让开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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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不对呀 这自打出了杭州府 一路上你给朕都下的套啊 没有啊 不 不会 我哪敢呢 就是你给朕下的套 皇上明察秋毫 臣知道我这点小把技 瞒不过您的圣眼 什么黄粮物件啊 是道具吧 难为你哦 这么短的时间 就置办得这么齐全哪 我知道瞒不过皇上圣眼 知道瞒不过还搞这种把戏 水平不高 胆子不小 人不大 心眼还不少 臣该死了 起来吧 季晓岚 谢皇上 既然你是满朝文武中最有心眼的 那朕再加一个眼给你 朕赏你双眼花灵 谢皇上